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這一段來介紹一下癌症的這個標誌物 我們因為癌症十幾年來都是高居死因的第一位 所以當然是痰癌色變 那很多人就會想到說 我沒辦法早一點發現癌症 大家都曉得癌症要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你有機會根治 如果太晚發現就可能沒辦法根治 那如果早期發現 我們會強調說要做癌症的篩檢 癌症篩檢呢 現在除了我們政府衛福部的 國民健康局推的四大癌症篩檢 就是子宮頸癌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來早期發現 乳癌的話做乳房攝影 XnPro的乳房攝影 或者X光的乳房攝影 來早期發現乳癌 那口腔癌的話檢查口腔 那需要的話做口腔病灶的切片 來排除口腔癌 或者早期發現口腔癌 其次就是大腸癌 大腸癌的話呢 檢查大便的前血反應 用免疫學的方法來檢查 大便前血反應 那如果是有明確的前血反應 就告訴病人要做大腸癌檢查 可以來早期發現大腸癌 那就是政府政策做的 那民間呢很多的醫院診所 甚至這個醫檢單位都會跟你推啊 說現在有這個癌症的這個分子檢查 以前那什麼DL70了 那或者說現在有這個癌症標誌物的檢查 就抽血檢查可以曉得你會不會有罹患癌症 那這個叫做癌症的這個分子標誌物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這樣想像說這個癌細胞啊 它新生代謝的時候 它會生產一些特殊的化學物質 這些化學物質它會存在血液裡面 所以你檢查血液裡面這個化學物質升高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推想說這個癌細胞存在或者增加了 那麼最最常見的例子 譬如說肝臟吧 我們因為這個大陸東南地區到台灣 東南亞地區肝病是全世界化生率最高 尤其慢性B肝、C肝 B型肝炎、C型肝炎的話 得肝癌的風險很高 那所以我們這個肝癌也是很常見的一個癌症 那肝癌的檢查我們常檢查抽血檢查 肝臟有一個P胎癌抗原 就是新生的肝細胞啊 它會生產一個化學物質叫做P胎癌抗原 不是P胎癌抗原叫做胎癌蛋白 肝癌細胞是會新生的肝細胞或者是肝臟細胞 會生產這個胎癌蛋白 那這胎癌蛋白的話呢 血液裡面如果胎癌蛋白大量升高到幾萬幾十萬百萬 大概你考慮到肝癌的風險應該很高 就做肝臟的五項檢查 那五項檢查發現有固態腫瘤的話呢 就做穿刺切片就可以來證實你有肝癌 那胎癌蛋白檢查是剛剛講的肝癌細胞會生產胎癌蛋白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新生的肝細胞也會生產胎癌蛋白 因此呢我們在肝硬化的病人 慢性肝臉肝硬化 肝硬化的時候呢因為肝臟細胞會有再生能力 因此呢慢性肝臉病人肝硬化的病人 肝臟在再生的時候他的胎癌蛋白會升高 只是說這胎癌蛋白升高通常是幾千到幾萬 難得會超過幾十萬百萬 所以當你檢查這個血液裡面 他的蛋白高的時候你想到肝癌的風險 務必要做一個肝臟的超溫波檢查 超溫波檢查需要的話 發現有硬快的做病理穿刺切片病理檢查 這樣就可以確定 那這是另外一個很有名的瘦腺 男生瘦腺回大 瘦腺癌症會查瘦腺特異抗原叫PSA PSA正常男性不會超過4 如果你超過4以上 你的瘦腺癌的風險就增高了 那這個時候你怎樣分別說 你單純只是瘦腺回大 瘦腺發炎才PSA升高呢 還是說是真的瘦腺癌 那麼首先第一個醫生要跟你做鋼診 發現說這個瘦腺確實是比正常回大 而且按起來瘦腺非常硬 叫硬如石頭這樣子 然後你在做瘦腺癌相檢查的時候 發現到這個瘦腺裡面就有異常的腺體生長 跟發炎 單純良性回大是不一樣 好這個時候PSA又一路升高 那我們就有可能做瘦腺的切片 來證實他受腺癌 那同樣的我們大腸癌的話 查皮苔癌抗炎 皮苔癌抗炎高的話 你就要加上大便有前血管 你可以做大腸菌不可 因為大腸癌風險就很高了 那麼這些癌症標誌物呢 除了可以早期讓你想到癌症的機會 去做進一步的影像檢查去確認以外 另外一個好處是 就是如果你得到這個癌症 這個癌症的指標物很高 那你在治療以後 不管開刀或者化療 放生鏈治療以後 這標誌物一下就降到很低了 那降到很低以後 如果你將來 系列的追蹤檢查 比如三個月六個月在檢查 發現他這個腫瘤標誌物又開始升高 通常會告訴你 這可能是癌症復發了 或者有殘留癌症 比如說開彎刀 大腸癌開彎刀你的PTII抗原 應該是差不多是0了吧 對不對 那如果開彎刀還是有 那就可能早就有殘留癌 大腸癌沒有拿乾淨的 那如果說是降到0了 但是後面追蹤又開始升高了 那就表示你是復發 所以癌症的腫瘤標記 除了作為早期發現的一個提示以外 那也可能作為一個癌症後面 好壞的追蹤的一個指標 我們就講到這裡 謝謝